给我买球盖 然后我乖 啥子都不买 你们是男人在哪儿找到了呀 你们要啥子给你们买啥子 哪个 你吗 没有啊 自己买 给女人我们都没有 都是自己想小妈 哪有啥子男人主动的那些 哪有啥子男人 你们喊他喊生老公买他 他要给你买嘛 他要有钱他得给你买 他没钱他不是说 只是说抖一下抖一下 那还不是最终买了吗 没买啊到现在 我都说我吃的饼够多了 哦 原来是吃啥子猫过一天 巧乎迷失的 不是那个自媒切买了的吗 那个乒乓去的自媒菜买了的吗 我改个乒乓 因为我最近的大乒乓 哈哈哈哈 你还搞笑啊 哈哈哈 你买那个是好重吗 18.23 8.23 8.23 接近2万吗 没得没得 一万五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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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五六个要这么多 没得 肯定要一万多 反正一万多 都是也前段时间不是网上那个楼盘吗 火得很啊 对楼盘 然后我就抛弃鞋把自己的拿去换换那个楼盘 都是那边把我坑了 那边会坑吗 那天晚上不上 他价位价位跟我整整低了小妈 那你钱换你添了好多 反正我看我总是六千多六千多 然后我花了可能接近的是九千多 哦原来欧摩哥那天赚了钱 他那天 你意思说你自己添了九千多妈咪呢 不不不 我自己添了可能就是三千块这样子 没有选过 只是没女人在去西方摆那个 那个有啥符可选的吗 就像我那个那几块钱有啥子符得来选选选的吗 那么个几块钱的东西 根本都看不出来 只是说喜欢啥子 现在有啥好宣服的吗 对 嗯 我们不是那种专门炒房间的 我们只是平时买 哎呀就为了自己有个手势而已 带的 打领服冲和鸡鸡那天啊 我晓得了吗 只是说问呀 我只是说可能我个也是亏了 哈哈 啥子啊 你肯定买的当时工费比较高 在呀在了哈 哎呀 哎呀就像美女说的西方就好哎呀 不然咱们办嘛摔了 哈哈哈哈 你说你摔到哪来我去捡 来我们那边你找不到来嘛美女 咱们晚上打起车都要跑去过来 哈哈 红浆来嘛 我一般买回来的东西我不喜欢卖 不是我是那种像不喜欢的款式嘛 我都把它拿去换款 我没有换 我还不是换了好多 我觉得我不会换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如果说带的越久 我越有感情 我是不得去换的 只要只要它不断啊 真的呀 嗯 只要它不断 我是不得去换的 我对一个东西 我都是一带着它 都习惯了它了 像你们这种安息 像我我啥种 天哪新鲜感到我 不是那种细心也久呢 哎 天哪我几天买了交情 我都问那个女的 我是不喜欢饭 我看价格那么高 还有个 还有两个五十克的 鹅猫狗你缺不缺得把我大腿呢 把那两个圈圈过去跑 然后又说 哎呀 鹅猫狗啊 天哪 我最近老火啊 要跟你绝交啊 哈哈 我以为还越少 你换大了啥 它是换重量 那个换了有它的价钱而已 哎对 我那个他说的 二天没得补得给 它是手续费的嘛 手工费嘛那种 不可能咯 工费是咱们都要给的 他说不得给 我问了咧 他是注定的哪一天他不用给 除非你那个都是一口价 他才会不给工费 不要换成一口价的嘛 不是 不是 主要是你去换那种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去换那种定价的 要不是多 要不就是少 是怎么呢 对 你多了你都自己加钱 只有还不是他赚 对不对 反正 反正他是不得做亏本生意的 就是什么 他你不可能有那么合适的 假如说你现在那个 哎4K 你去换不可能4K 他的意思说你买了换永远亏的是自己 对啊 我像我都说我只要他没烂我不得钱还 那一说刮饭都刮饭了 因为 你这种是那个工费 你是白隔老的 你知道吗 我那个花 买了半鸟 就是黄金 去一下 他啥子 他去上厕所去了 去一下 真的没有以前了 我有时候买的都很飞 过来本来都好了 今天又在聊那个又是上 我也是那种比较就是细心研究的 对 别人心心念念的呀 想要的 等你买回来过后 待个一两天 我感觉都放大 不喜欢带了 都是 你想嘛 你弄起你不带 感觉浪费啊 感觉 买点口袋嘛 像好多人他都喜欢 买房间的口袋 他不带 他都喜欢买 有 还是有哪种 都是有个朋友嘛 反正他不是 天哪 再贵他都钱买 他说他乘得了 天哪 反正我们这边现在房间啊 就是不算公费的话 他只是单价的话 都是635 637的样子 你加上 你加上公费的话 他肯定是700多了吗 他说看你是啥子公益呢 昨天卖成600多 他们好发酸哦 我之前买那个好像是300多 第一次买的时候 以前结婚的时候买 你烧五点几 很正常嘛 你烧0点几 其实还正常哦 甚少觉得 还没给你少个一点几两点几 而且你带了 那么它其实都有点磨损 你平时挂到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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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开始 我走了又开始了 再穿一杯 看我毛光粒粒 那么可以挣那么多钱存了 我感觉我现在挣的钱都够每个月开上了 而我还是能干的可以挣钱 我们钱都挣不到 你们有依靠的吗 依靠爱 我还想有个依靠 那个都是你的法 你来没想小姨姨 如果说你自己去上班 你自己挣钱一样的 养的泪 哎呀 你现在有个依靠它给你钱容易的养的爱啊 自己去挣 你还不一定能挣得到那么多 但是始终是自己挣的钱说的去发些的嘛 那你去外面挣钱同时不看你老板不看你嘛 不说你不许你嘛 你不要为我以前也是那样子想的 当你那个时候你都晓得自己挣钱的时候 你都晓得生活 那外面的人不跟你起手吗 你不去想办法努力的让自己奋斗一下多挣的嘛 比如说我们那个直播嘛 对不对 养的手起啊 Haven来接你 主播之间他也要来接你 你没收到去 没损他们的义 非诚没损他们的义 对不对 他养的来接你啊 相当于养的那个 都相当于主播之间的时候 相当于是同行老师 他养的来接你 对不对嘛 Haven他来接你的话 你不关他都当没看到 对啊 他养的的话 你Haven你可以不关嘛 你主播之间他养的接你 他可以到